嗨 欢迎回来欧家生活 这个频道主要是在做居家育儿打扫美感相关 今天的video是要来讲一下生小孩之前的打扫 因为我上次产检医生说已经足月了 随时有产照就可以去生 我想说去生以后就有一个多月不能打扫 所以今天要来好好的打扫家里的一小部分 那我们就开始吧 嘿嘿嘿 母母蛋我们在干嘛 在擦脸 对我们在洗这个纱窗 我们把家里所有的纱窗都拆下来 先用脸膜头冲 很可怕哦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 喔 水都是黑的 妈妈刷干净了我们再拿去阳台晒 然后我现在要先拿这罐做成的Spring 这个娃娃 好喷一喷刷一刷 好可怕 接下来我们要清理这个冰箱 一样是要拿这罐 all purpose spray 跟纸巾 好喷一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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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一三 一二二一 一三 OK OK 好喷一喷 好喷一喷 喷一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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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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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冰箱我一直都用的很不習慣 因為我本來的冰箱是冷凍庫在上面 然後冷藏在下面 但是本來的冰箱送給房東了 然後現在用的是另一個別人送的冰箱 冷凍庫在下面的話 如果裝太多東西每一次拉開都很難拉開 而且這個冷凍庫我一直覺得它像個黑洞 東西往下塞就很難找得到裡面到底冰了什麼 如果你們有好的收納方式也請推薦給我 不然這個冰箱我很困擾 不要摸 打破了 來不要動喔 媽媽來弄 媽媽來了 在這邊發生了一個產事 我沒有注意到牡丹去玩玻璃容器 然後她打破了還割到腳 我就給了她一包餅乾 請她先去房間吃 然後用手電筒來照地上還有沒有碎玻璃 現在就這些都用洗碗筋 正反面都刷過了 然後要用蓮蓬頭來一次沖洗它們 好這些紗窗都拿出來曬 不能說是非常乾淨可是大部分的灰塵都已經刷掉了 然後那邊那張桌子是我上一集說的電視櫃 把它拿來當陽台靈修的小桌子 然後上面那個桌巾是母蛋小時候的包巾 她現在已經不需要包巾了 就把它拿來當桌巾了 好了冰箱已經清理好了 來看看它裡面的樣子 我們這邊是放所有的粉類 然後下面是放一些調味料 調味料我特別喜歡用的是這一罐 這個咖哩炒醬不管是炒雞胸肉炒剩菜 拿來炒烏龍麵炒飯都很好吃 加一點點就很夠味 它的含納量跟糖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醬油醋 然後這一罐是最近在7-11買的Coconut Water 有一點淡淡的奶香我很喜歡 然後另外一邊是優格 兩個空的 然後下面是牛奶 跟我還蠻常買這個農場 因為它很便宜 然後最近又有加購價39塊 就買了一個檸檬清茶口味的 上面是一些乾貨餅乾 母蛋的餅乾 我們都買營養口糧 給它吃 然後這是Eason很喜歡吃的肉味噌拌飯的味噌 然後玉米粒有時候會拿來炒玉米炒蛋 最下面的抽屜是最近要用的食材 要趕快用掉的我就放在這裡 今天晚上要做牛肉丼飯的牛肉 還有洋蔥 另外這邊是牛肉千層麵跟韓式海苔 我這次清理冰箱就只有清理上半部 下半部就目前還沒有心力去清理它 可能改天了 這些地墊都是標榜著只能夠手洗 但是我後來試用了洗衣機的揉洗功能 就是Delicate 這個功能之後發現可以不會洗壞 所以之後都一次性的用洗衣機來揉洗 小孩的玩具我很少會用買的 通常都是去台北嬰幼兒物資交流中心借的 大家可以上網查查看它在捷運善導司站的附近 玩具用借的不但可以省錢也可以省空間 小孩也可以變化不同的玩具來玩喔 我最近打掃家裡的all purpose spray 都是用古堡的黑皂液 一個瓶蓋的量左右 加上1000毫升的水 搖一搖然後來噴來擦 它有一種茶樹精油的香味 我覺得夏天聞起來非常的舒服 我也推薦給大家來打掃 好 整理的差不多了 來介紹一下現在給它放的玩具 我每隔一段時間會換一些玩具 免得它玩膩了 這個是在蝦皮買的一套蒙特索利的布書 打開是有各式各樣的機關 網鞋帶啊 扣扣子啊 拉拉鍊啊 然後練習手部的肌肉跟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個是一組七橋板 把它放在一個小籃子裡面 還有搭配一本書 可以給小朋友做參考 拍不同的圖案跟形狀 這個比較適合大人陪著他一起做 他現在還不到三歲還不太會玩 下面是打地鼠 有小朋友來我們家的時候 也很喜歡玩這個玩具 這個是之前幫他做的面紙和小床 上面是他小時候的口水晶 現在用不太到 拿一當被子 兩隻小熊 是我跟Ethan的名字的開頭 可以跟牡丹講故事或互動用的 外面我在洗各種地墊 所以有一個洗衣機的聲音 最近可能會買一個麥克風 所以有可能收音會好一點 收音一直很差 抱歉 這個是以前買尿鋪送的 又打籃球的 從房間找出來想說 最近可能他可能適合完了 然後另外一個是動物 這個是我在光南買的 很便宜 就一小桶 149 然後教他認識動物 跟準備了一本動物跟形狀的 故事書 還有顏色 可以讓他來看 所以同一個系列的 就會把它放在一起 另外一個區塊主要就是我的東西了 我畫水彩需要用的東西 因為拿到房間再拿過來會太久 所以我就直接放在這一區 我們畫畫的本質 色尖筆水彩 我們常常在家裡 或者是教學要用的CD 其實台灣氣候比較潮濕 不太適合用腳踏墊 可是我也很喜歡腳踩在毛茸茸的東西上面 所以我每個禮拜 都會用洗劑的柔洗功能 加上日曬來清理所有的地墊 現在牡丹的書 越來越多了 所以我請Ethan幫我把這個書櫃最下層的禱告手冊 整排的移到房間的書櫃裡面去 把這個空間空出來 就可以讓牡丹的書有更多的空間可以擺放 它拿取也比較好拿 好 整理的差不多了 今天就暫時到這裡 今天謝謝你的觀看 那我就繼續去疊衣服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